娇阳四伙的7月即将来临,全国各地开始陆续进入暑假,对于影视市场至关重要的暑期档,是各大影视剧激烈角逐的档期,也是最容易出爆款大剧的黄金档。 为了能够在暑期档中拔得头筹,打造出爆款大剧,影视平台也会拿出自己最看好的优质作品来准备播出。 我们来看看7月被播的古装剧有哪些吧,由迪丽热巴,龚骏,刘雨宁,陪子天连妹主演的古装剧《安乐传》,暂定于7月在优酷视频播出,该剧改编自星灵的小说《帝皇叔》,战内预约人数103万,也是一部关注度很高的爆款剧,其他不说,就男女主的神仙颜值就值得一追了呢。 由杨子、陈毅、张瑞领衔主演、孟子义、朱永腾、傅芳俊、李新泽、杨碧子、侯梦瑶主演的仙侠剧《陈香如谢》和《玉谷瑶》一样,也是万众瞩目的代曝古装剧。 该剧在优酷视频站内已经有172万人预约。 甜虐的预告片已经掀起了很多观众对这部剧的热情,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追剧了。 由侯明浩、周也、王以伦、张志尧、杨蓉联媚主演的古装仙侠剧《护心》也在7月被播古装剧的行列。 该剧在优酷视频有28万预约,比起陈香如谢和安乐传,似乎冷清了很多。 由杨领、马天宇、轩鹿、汪卓成联媚主演的古装剧《陈原》已经过审。 杨领和赖冠林主演的甜宠剧《风头正盛》,不知道优酷是不是想趁热打铁,赶紧把这部剧安排上呢? 由古丽娜扎、许卫州领衔主演的古装剧《风起西州》也在优酷视频7月的被播表中。 两人合作主演的风起霓裳,当初就有不错的收视率。 风起,西州热度应该也不会太低,由居静一、郭俊晨、刘东庆、马月、扣振海连妹主演的古装剧《爱情剧花容》预计于7月登陆爱奇艺。 这部剧的演员阵容和热度,不如腾讯视频、优酷被播的几部古装剧,但是也有不少观众期待。